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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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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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向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就是已经跌 some 15 ses掉平板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是跌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始终会有人有紧了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就是它不同黄金或者什么,譬如你身体也好,或者是go paper,你真的买,你就立刻买到 那就视乎那个价格,就是market price每天的价格 还有你买一间房子的程序,譬如有要找经纪或者是律师,还有很多些 process 其实是会长一点的 所以你不可以完全当是一个代替品,就是多伦多买一间房子,然后用来hedge 虽然一间多伦多的房子似乎好像有一个避险的投资物业,因为好像房子经济那么差 反而房子还那么多人是想买一间独立房子在多伦多,而且价格反而还是慢慢升上去 不过你也要考虑另外的因素,它不是说可以是一个,譬如黄金或者就算是crypto currency 另外的股票,不过股票就不是一个避险的东西 对比的,所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如果你说真的要等钱洗,即刻要卖出去,那可能那个价格要减得很多 就算你说市场跌了,跌了20% 不过如果你说20%那个市道是很差的,你不是说真的跌20%可以卖得到 不是真的市价,尤其是房地产有时候真的好看那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说,譬如17年它那个peak过了之后 然后去到1819之前那段时间,就是有些回落 就是说on average可能跌了10%多 不过有些可能真的闹到一些很棒的榜本就是因为有些人急卖 那你急卖的时候没有办法,不停地减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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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所以你说买一间房子有很多这样的carrying cost 如果你说给一间四千万的房子,我根本是没可能购得起来,不会连给他的地税 所以你说给你,如果是租不到出去的,或者不让你租出去的 那你真的不是个人可以拿到这个东西来hold住的 只是某些level的人,譬如你说买一堆独栏屋,每间平均是二百多三百万,你有十间 你地税那里也很糟糕 然后你还有cost,譬如说,如果你说hold住condo,都容易租出去 或者你就算是free hotel property,如果你说是做rooming house的,可能或者租出去 即是at the end of the day,就是你说做一个被风险的投资产品 我觉得都是要看譬如什么类型的房地产 即是我觉得你那种类型的房地产,我想是要有些回报 所以就算不是高,都是起码是容易一点,是令到你有收入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是有些strategy,用这种东西其实都有make sense 还有你tie in with你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现在是谷到成一百万一年 始终你的housing,你怎样都会有人跟你租 如果你在多伦多买某些类型,就算你说买一些大屋 那你现在可能depending on你的用途是怎样 你是不是做rooming house,或者是计算是remit给家人 始终你的rental有这个demand,即是可以租出去 暂时都可以做到这样的 不过如果你说万一未来有什么变动,很难说的 那会不会无端端多了一堆public housing, affordable housing 令到你私楼那边的租药那个market,就没那么厉害 那会不会令到这些property,不是这么容易租出去的 不过似乎来说,不少人都觉得现在多伦多的房地产 尤其是真的可以做一个避险的投资产品 所以就好像就是,就算你说经济好像前景不太明朗 甚至是其实很多人都说recession is certain,一定来的 都令到很多人都继续是入市来买这个多伦多房地产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和不同角度来分析这个situation 都是你自己选择如何看这个情况 都是那句,如果你是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买来自己住 我觉得是无妨是现在入市的 而且现在开始多了一点,虽然都不是很 没有以前那么多listing,但都叫多了一点 可能多一些选择,无妨可以去考虑一下 买不买一间自己的dream home 或者你是condo,现在暂时来说 都没有说真的好像freehold那样 升回上去,尤其是价格来说 所以如果你说是入condo可能是一个好时机 就是before他可能迟些连condo也爆升回上去 anyway,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 to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download我们的apps在apple 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 可以找得到的了,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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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